紧急通知,放学以后啊,千万别让孩子先写作业,不然你的孩子就废了 如果还没到考试啊,那从现在开始,在他放学之后啊,做这四件小事还来得及 记住,一定要先坚持一个月再来找我 建议先点个小红星收藏起来,防止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 第一,放学回家啊,千万别让他马上写作业 你一天工作很累,孩子一天在学校啊,也很累的 所以啊,你要和他先约定好时间,让他尽情的玩一会儿,释放他的压力,恢复好能量 才才能更加专注的去学习 第二,孩子回家啊,大人不要板着个脸,漠不关心 给他个微笑,给他个拥抱,问问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让他充满安全感和自信心,会有利于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睡前背一下母题口诀 很多家长不知道母题口诀是什么 其实所有的英语题啊,都是由母题演变过来的 就拿小学必考的语法,借次辨戏来举例 一年,一月,应季节,on加具体某一天 at要加时间点 有多少家长知道这个口诀吗? 懂了这个口诀的孩子啊,原本要花几个小时去背个固定搭配 现在一个口诀直接搞定 而且做选择题的时候啊,一眼就能掌握到 类似的母题口诀啊,从小学到初中一共也就51个 只要把这些母题口诀全都掌握了,考试做题直接套应就行了 完全不会扣分,而且这些都是应试经验 稍微学一下,提分立竿见影 因为担心有些家长不会教啊 我已经把这51个母题口诀整理成了一个文档 还在直播间讲解 评论区打出母题口诀四个字,我会免费送给你 辅导英语有困难的家长还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学习 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味道 明镜 erzähach